美洲一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ulia 我現在在竹北法院特區一個非常漂亮的公園綠地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環境相當的優美 其實呢 這裡是一個300多庭的開放空間 究竟這裡是什麼呢 讓我們一起進去瞧瞧吧 哈囉 Dessa 嗨 Julia 哈囉 歡迎來到我們大英建築物差 哇 我覺得一進來物差 感覺就是很有設計旅館的風格 而且很放鬆 很有度假感 真的 因為當初物差 其實我們在主角色區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營造物差這個社區 它是一個比較讓人家放鬆的地方 尤其是在物差的位置在竹北的法院特區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想像中的感覺 它是有點離開城市的成銷的感覺 所以我們讓它這個建築物是有點 好像被公園包圍的感覺 所以你剛經過了一個進來大廳 應該有一個大的三卡多坪的一個綠地 對不對 那走進來大門的時候 一進來之後看到一個 背後又有一個大樹 然後一個小花園 那感覺這個社區就是被包在裡面 那我們希望讓住在這邊的人 回家的路是一個很沈靜很沈靜的一個地方 那沈靜完了以後再回到他的家裡 可以就是說我們在外面工作不管怎麼樣 很辛苦很忙 然後壓力很大 但是我們走回家的時候 它是一個舒服的 不要把家裡的工作的一些煩躁 或是壓力帶來講 Jason我發現 我們一走進來 我看到你們的公社都是比較偏開放式的 那一般的建案來說 都是比較偏包廂式的 那不太一樣 我們過去大宴因為一直有在跟館會保持很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當然了解社區的實用的一個模式 那我們發現說 只要這種所謂的包廂式 通常最後一兩年後會淪為文字館 所以我們從以前到現在大宴都希望比較用開放式的 因為我們喜歡分享 對 那像這種開放式的地方 就不會有說 你隨時都可以進來 走路經過坐一下 不會有人跟你計較太多 那如果你要辦Party的話 人也受限平術的限制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概念從家裡帶到公社 所以我們就可以在公社辦Party 沒錯 所以我們公社每個建案一定有一個大的交椅廳 那這個交易廳比較像是社區的大客廳 大餐廳 大廚房 對 那這樣子一個連貫性的 那大吧台大中島 這裡一半就可以辦Party 你也可以宴客 那像館委會要開會 也可以在這個餐桌上面開會 那我們這次特別設置了一個社區的Library 圖書館 那一般的 我們想一般公社都有一個現象 就是只要你有一個住戶在這邊使用 那其他住戶看到了 就不敢進去 對對對 那就整個大的公社都是那個在使用 有點浪費 對 所以圖書館這次我們就 因為它是圖書館 圖書館大概不是只有一個人的書房 它是圖書館嘛 所以supposedly 它有很多人在那邊讀書 看書 所以這次我們圖書館也特別設計 讓它比較區塊化 可以讓很多住戶同事可以使用 我覺得我今天開完大宴的公社 我覺得家具都很漂亮 對 其實在家具的選擇部分 我們團隊還蠻用心的 那你會看到 然後 因為我們希望它營造成是一個 在那個綠地裡面長出來的房子 那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室內也有很多 有很多食材 天然的食材的用料 然後包括戶外的食材的建材 也會延伸到室內的 對 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嗎 那這是建材的部分 顏色就定了 那設定 設定 它有一些木頭的感覺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自然系的 對 那相對的 我們在選擇家具的時候 我們就會朝這個方向來走 今天看完大宴五五菜的公司 我真的覺得 建商非常的用心 都是以住戶的角度為出發點 那我們今天呢 謝謝就是 大宴建築的行銷總監 天地元哥 謝謝你讓我們就是參觀五五菜 也謝謝那個出來之報的九二雅 也謝謝出來之報的觀眾的收看 謝謝 那有興趣的讀者 歡迎播打下面這支專線 或是直接到五五菜來做參觀喔 那我們就下週見吧 掰掰 掰掰